光臨小弟 文字幕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你們今晚 光臨小弟這個 小小的晚宴 一個派對仔請大家上來 一說這麼多的朋友都很想臉 大家一起過來很遠的地方都過來這邊 過來這邊就和我們一起工作一下 吃點東西 今晚很有榮幸 因為我三少這個小節目 就有很多朋友給我訪問過 訪問了一些很高榮譽的朋友 你們剛才進來的時候可能都見到 我待會逐一介紹一下 你再給掌聲一下 一文達先生 我記得最近這十年八年 一個很出名的叫京城四少 在北京京城四少 我們在灣區舊金山 我們有舊金山三少 一少和二少 今晚都不太好意思出場 那三少頂了 所以我呢 在黃金山的三少裡面 其實只有三少真真正正 是驚承三少之一 不是不是 我們個個都這麼聰明 我們四個都這麼聰明 今晚個個都忙 其實呢 英文說 Food and cooking brings everybody together 美食呢 美食呢 是無國界的 美食呢 將所有人類的心 那個胃 拉在一起 所以我用通過美食 去大家互相交流 互相溝通 是最好的媒介 所以呢 我覺得呢 我很幸運 這幾十年呢 都利用這個媒介 有這個媒介 有一個平台呢 我們將港別交流 我們呢 在香港有很多朋友 有什麼政治追向的 什麼品味的人 我們都穿不穿 那時候呢 阿林說 你當時說呢 我要裝飾 因為我小時候 在香港 我住了七年 我不用裝飾 我親家都帶著 菜刀的 不用裝飾 一把菜刀不夠 那兩把菜刀 一定不用裝飾 最近呢 我寫了一本新的菜刀 叫做 《香港的懷舊美食》 就是將 香港 這百幾年 這九十幾年來 那個 飲食文化 和那個政治文化 和那個社會文化的演繹 將 香港 是一個 華陽雜柱的地方 香港有很多 中西 飲食的文化 就因為飲食 而令到 我們呢 香港這麼多 原來呢 都會帶來 到一個很 國泰綿安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呢 也通過飲食 能夠 將你 成熟一倍的人 和一些年輕的學生 我自己都學 從幾代學生說 所以我覺得呢 大家 去 很靜心 很冷靜地考慮一下 中國人 在這個世界上 你 任何 情人 你都是 怎樣 各直到 你的根底 都是中國人 比如在美國 你現在呢 我們雖然在這裏 你就算你出生長大 你前面那裏呢 都是叫做 Asian American 人家都說你是 Asian 所以我覺得呢 一定要知道 你要將它知道的東西 你想知道 將來你去哪個方向 你一定要知道 你在哪裏來的 所以你要曾根 你自己呢 是很清晰的 根在哪裏 所以我又寫這本書呢 是 希望通過食物 讓所有人呢 重新認知 你的根在哪裏 沒錯 恩神 首先呢 我們 認知 中國人 當然要認知了中國的食物先 中國的食物呢 你的說法呢 就是說 只要有得吃 就可以軟化大家的心 就可以令到大家可以開開心心 坐著吃東西 就不要說那麽多政治 哈哈 在飯著裏面呢 我們大家都有朋友 大家都可以交朋友 美食呢 是一個共通的語言 所以呢 用美食來去 大家互相交流 互相溝通 還有呢 因為未通過美食呢 有很多政見不合 其實沒有所謂 每個人的宗教信仰 政治的意識都不同 但是通過美食 我們永遠都在一起 可以好好平靜 好好認真 去大家互相交流 互相尊重 除了你說 現在我們在這裏 欣賞一下美食 大家都一定要去欣賞一下 的餐廳那裏 欣賞一下它的美食 對不對 其實呢 MYChina 沒有人未去過 我想很多人都去過 其實呢 我們今天在這裏 目的就是大家開心心 第一 他慶祝三少爺這個天地的 開麥克風 繼續成功 不單止 我希望呢 這次不是第一次上來的節目 希望將來呢 每一年都上兩三次節目 許先生呢 就是西蘭市建造發展局的局長 很多人都認識他了 我們華人 我們華人裏面呢 有一句話 叫華人之光 第一 我想說一句文風 好 那呢 我就不太同意 郎先生講的說話 因為我自己本來香港出生 我七三年來香港 我們 我經過香港的體驗呢 就是 香港我是在樓下的 我不需要做事 我們整個都去波地玩的 但是呢 你說香港的人情 沒什麼人情 我又不太同意 因為呢 我記得呢 我媽媽 爹 爹 都在樓下 很多人都來支撐的 沒有油門都來摸的 那麼呢 同行我記得呢 就是 製水那時候 在樓下 四天 製水 製水的時候 我們小時候都 下街 拿個桶 定時 然後就拿水上去 阿山水喉這個 說話 你聽過呢 我們經常都喊的 我小時候都是 我們都很自製 那麼我們的山水喉 比上海有水 那麼 他們是不用拿的 那麼 就是 各個的體驗 那麼 今天呢 我就 就是 不想說太多關於香港的事 因為我自己 剛剛 九月沒回過香港 我就 覺得他們 騙了很多 我 我希望呢 香港呢 將來呢 再也好 就是 繼續 站起來 變成 香港人 我們可以繼續 可以回去 就是 好像 舊時一樣 我會想過 我會想過 我可以去 為似乎 的 我會想過 我會想過